你好 欢迎光临 欢迎来到线上首语教室 首语教室啦 我是龙老师莲乔 我是听人老师如君 你今天便利商店去过了没有啊 台湾的便利商店密度高 世界第一商品齐全服务多样 非常的方便哦 你可以去买什么呢 零食 饮料 便当 还有像牙刷 牙膏 生活用品 都很方便哦 还有你可以去缴费 还有买票 还有提款 24小时都没有休息 全年无休 现在我们就要带你去便利商店逛逛 不管你要买什么 老师我都负责帮你教首语 开始今天的首语词汇 开始哦 第一个方便 方便可以吗 方便知道吗 你记得哦 这个方便不是懒惰哦 如果这样滑下去是懒惰 拉出来很棒 是方便 方便好 下一个商店 两个钱 进进出出 商店买跟卖 买卖 所以是商店 商店 下一个超商有两个比法 第一个超人 店 第二个超过 店 再一次哦 第一个超商 第二个超商 这两个都可以 好 下一个24小时 好 这个比较难哦 二十四先分 这一个是二十 这个是四 在时间手表这边 好 所以这个是二十四 二十四 对 这个手语隆人常常用 而且用得很顺哦 二十四 二十四 你看老师 二十四 二十四 慢一点的话 二十四 二十四 我呢 二十四小时 都可以来跟我聊天 欢迎你来 喝咖啡 聊天 都可以 欢迎 二十四小时 OK 到处 到处 就是很多地方 到处 好 很好 很简单哦 接下来7-11 你看他7-11的标签 7 然后下面有一根杆子 就是7-11 这个是5 6 7 在一根杆子上 7-11 台北的手语 7-11 南部的手语是什么呢 在额头 7-11 在额头 额头方方正正的有一个7 7-11 7-11 OK 好 全家照字面全部家庭 全家 全家很简单 下一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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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一个K的样子 OK 如果呢 遇到人说OK OK 那就是这个OK 这个OK 不一样的意思哦 OK OK 这一个是名词 OK 商店 OK 商店 好 好 接下来莱尔夫 你看到画面吗 猜一猜怎么比 好 有什么红色的有 好 星星星 他的logo 有没有 一颗星 莱尔夫 商店 就很清楚了 莱尔夫 商店 OK 下一个快速 这一个像 嗯 戳一下手指 戳一下手指 像我们常常会用这个快 快 可是这个快是叫别人快一点快一点 快一点快一点 这是快速 快速 对 OK 好下一个食品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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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造字面 食品 有三个口 有没有 一个口 两个口 三个口 食品 食品 好 但是平常的话我们都是说 吃的 吃的 好 好 接下来 面包 软软的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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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这个面包哦 这个 还有一个 这个是 白色的 会发起来的是什么 我问大家 老师这个 白色的 会发起来的 蒸 照 起来的是什么 馒头 白色的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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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再说一次 馒头 好 面包 好 OK 下一个水果 水果 水果在这边插一插 第一个水果 有人的手语是水果 照字面 水果 好 第二个直接水果 你喜欢水果什么 这是什么 西瓜 我喜欢香蕉 还有 还有 凤梨 还有 葡萄 再一次哦 西瓜 香蕉 凤梨 葡萄 OK 好 接下来 茶叶蛋有两个比法 第一个 茶叶蛋 这个是茶叶 一个叶一片叶子 茶叶蛋 第二个 咖啡色的蛋 咖啡色的蛋 再一个哦 茶叶蛋 咖啡色的蛋 OK 好 玉饭团 先比米 然后三角形 米 这是一小颗嘛 一小颗 米 三角形 24小时的店的玉饭团 传组 传统的饭团 首语怎么比呢 米 然后捏捏紧 两个 捏紧 米 捏紧 是传统的饭团 OK 接下来 咖啡 咖啡 刚刚有教过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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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咖啡 你常常买吗 偶尔 我常常买的是 每天吃偶尔 偶尔 偶尔 偶尔买咖啡 是是是 常常买一 送一 这两杯 对 买一 送一 好 好 微波 两个笔法 第一个 这个盘子有没有平平的 微波盘 会转上来 叮 微波盘 第二个 这个是微波的 放射线 弹中指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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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首语就是 只要是那种雷射发光的 每个人家里都有 是不是呢 有 我解释说 这一个啊 如果用在脸上是什么 就是 就是 打那个 雷射 弹中指 打雷射 对 打雷射 还有打黑眼圈 打 那个 斑点 别别别别别 女生们很多 打雷射 爱美 对不对 对对对 ok 接下来提款机 卡片进去 钱拿出来 你们哦 要我帮你们提款吗 卡片给我 卡片拿来 密码哦 密码哦 我不会告诉别人 你们告诉我 待会要告诉我 然后解释一下 你看这个提款机 好 如果照字面的话是 拿钱机器 但是首语啊 是按照那个先后 动作 轮流 什么 你看卡片进去 然后按密码 钱 再拿出来 这样了解吗 所以如果我们 口语说 提款机 我们就会拿 但是真正隆人的 自然手语的话 有时候嘴巴闭起来 反而手语就会顺了 OK 下一个 影印 简单 把它copy 下来 把它copy 下来 如果是正反面影印呢 正反影印 正反影印 影印 影印 OK 缴费 拿缴费一单去缴费 一个单子拿去 然后付钱 比方说什么呢 电话费啦 还有电费啦 水费啦 都可以去付钱 单子 单子付钱 单子付钱 OK OK 好 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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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刚刚教的方便也有 那第二个就是 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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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 再来 寄包裹 一样喔 先有包裹 然后寄出去 包裹 运送出去 包裹 运送出去 寄包裹 Seven 很多地方 你可以拿去 然后就让他 有地址寄出去 你就很轻松 你不用跑到老远去 在家附近就可以寄包裹 对不对啊 好 取货 东西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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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 连锁 大家看喔 就是一个总部 然后出去很多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然后到处都是 这是连锁 连锁 好 再来加盟 这两个字怎么比呢 第一个加 第二个一个垫出去 加盟 加盟 分垫 这一个就是分垫的意思 好 刚刚练习过这些词语 我们再来练习一次喔 我嘴巴比起来喔 开始 咱们再来 罂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分钟 OK,好,现在词汇练习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手语绘画了 第一遍,不出声音 大家看我们的对话 有没有看懂哦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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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懂吗?有没有看懂一点点? 好,我们现在开始一面解释一面笔手语哦 我要去7-11帮你买要不要? 我肚子饿,帮我买面包、咖啡 好,超商的茶叶蛋好吃哦 你要不要?不用 帮我买水果 好了,再帮我买个玉饭团 然后 可以 再给你 再帮你 再加尾波 好,我呢 会在店里面坐下来吃 碗 再帮你买回来 再帮你买回来 可以吗? 可以 那么你再 帮我寄包裹 然后饮印 好吗? 好,你呢 可以把你的提款卡给我 我,我帮你去领钱 我帮你去领钱 可以哦 好吧 咖啡买两杯 我请你喝咖啡 一人一杯 谢谢 看懂吗? 可以哦 尝尝看 就会顺 顺利哦 好 现在呢 接下来 我们要开始 互动问答咯 你猜到了 就告诉我们是什么 好,注意看 你想要去 便利商店 做什么 请看第一题 好 24要转几圈 好 好 24要转几圈 几点 有人答对了 有人答对了 max答对了 max在哪里 换点数 好 刚刚那个有人问说 24小时要转几圈 没有一圈就好 24小时就好哦 24小时的店就可以 24小时的店 好 那第二个要给你去 超商 做什么 他买什么 他买什么 猜猜猜猜猜猜 你看哦 打开 里面有一个一个 然后选了 放到袋子里面 然后就可以吃 要先付钱 付钱再吃 是什么 买什么 包子 哦 答对了 Amy Amy 答对了 好像 OK 好 下一个 你去 超商 做什么 吃什么 快快 哦 有有有 筷子比了 热狗 对不对 热狗 哦 卖热狗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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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下一题 你去便利商店 做什么 哦 有人知道了 柯老师好像知道了 看口型 哦 搬动族 搬动族 搬动 答对 下一个 你去 超商 做什么 好会表演 对不对 对不对 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要再一次吗 再一次 比较难吗 就是买了东西收银机结账买 对啊 收银 结账 哦 柯老师 好 还有Max 结账 都答对了 好 下一个 你去 哎呀 哎呀 诶快遮住 趕快遮住 你去 超商 24小时店 做什么 什么 什么 储职 哦 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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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加钱 加钱 就是 加钱对不对 手语 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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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比 悠游卡 然后加钱 好 接下来 你去 超商 做什么 好 iPhone 哦 哈哈哈哈 答对 答对 今天很有成就感 哈哈哈哈 取票 答对 对对没有错 很好很好 对iPhone跟取票 好 接下来 你 还 会 去 便利 商店 做 什么呢 仔细看 上厕所 答对 答对 好 加油 最后一题了 大家加油 留猜哦 你会去便利商店 做什么 看 快 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 有没有答案 好 快照 照相 答对 我们 太棒了 我们给连巧老师掌声 对 对 好的 每一次啊 最后给大家的猜谜呢 连巧老师都很努力的表演 累得半死 其实是要告诉大家 很多手语都可以用肢体动作来表达哦 对对对 还有啊 今天教的这个便利商店的手语三种 你都记住了吗 练习一下 第一个方便店 第二个超商 第三个24小时店 这三个都要记住哦 好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 对连巧老师哦 真的可以带你们去便利商店 把所有的东西商品都比一次 然后呢再去缴费 再加值 再影印 还有记得要带我们去提款 按密码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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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 谢谢今天上线的各位同学 谢谢你们 也要谢谢幕后团队 线上手语教室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